第2172集 我认识你 你 你是叶浩轩 刘英抬起头 看了叶浩轩好半天 才认出来了叶浩轩 他过着的日子是与时隔绝的日子 或许他不认识别人 但是他却认识叶浩轩 前几年村子里面闹瘟疫 当年闹得很严重 村子都被封闭了 但是后来是一个叫曙光医院的医疗团队进驻到这里 耗时半个月 把这里的病情稳定住 好多标志上都印有叶浩轩的照片 他也是从那个时候才知道叶浩轩这个人的 村子里的人也都很感谢叶浩轩 他们使叶浩轩为救世主 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叶浩轩真的会出现在这里 没错 我是叶浩轩 叶浩轩笑了笑 他指着朱梁 这个人你认识吧 刘英不敢抬头看朱梁 他只是微微地点点头 认识他 他是朱梁 我们之前 之前认识 认识我就好 我以为 我真的以为你不认识我了呢 当年你做过什么事情 你心里应该有数吧 不然的话 为什么你不敢面对我呢 我们可是发过誓的呀 同生共死 可是你一眨眼 就把我们的誓言给忘得干干净净的 你还一口咬定是我强迫你的 你告诉我 这是为什么 朱梁显得有些激动 他真的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 看得出来 他对当年的那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的 或许当年他就爱过这么一个人吧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第一个女人 这辈子都是难以忘怀的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当年的事情 都是我的错 刘英终于忍不住落下泪来 告诉我为什么 我要真相 我 我也是卑鄙的 在朱梁的逼问下 女人终于说出了事实 原来 当初的这一切 都是朱梁的师父故意做出来的 朱梁的资质不错 但是并不适合胡适的功法修行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进展很快 但是长期下去 七经八脉必定会受死 而朱梁又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 如果他知道真相 绝对不会退缩 如果修行到了一定境界 就一定会经脉净毁而亡 朱梁的师父 也就是胡军的爷爷 视朱梁为己出 但却不得不忍痛 做出这个决定 因为朱梁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 他的资质又好 如果他一旦知道自己不能修行 绝对会受不了的 与其让他自己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倒不如长痛化为短痛 自己亲手毁了他 所以便有了这么一出戏 女人改口说是朱梁强迫他 然后胡军的爷爷就借故 断了他的奇经 废去他的修为 让他沦为普通人 其实这个举动也是在救他 断他经脉是绝了他以后再求学的念头 毕竟他这个人的体质 是不能深入修行的 可惜了他这一身的填滋 你说的是真的吗 听完了这女人的话 朱梁很久没有说话 他沉默了两脚 才问道如果敢让我知道你骗我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当年是胡老歇是亲自找我的 而且他还用了些手段 都到现在了 我不敢再骗你了 你的体质 齐经巴脉有诸多节点 虽然学东西极快 但是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 这些节点变化让你终脉不成 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的 这一点是错不了的 也就是说 当年都是爷爷自导自演的一场戏 与别人无关 是他亲手要毁了你 胡君也对这个比较好奇 但是为什么他会把你作为反面教材 境界胡家后人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只知道胡老先生当年很心痛 他说 这是他亲尽全力教的一个外星弟子 就算是胡家人 他也从来没这么用心过 唉 胡老是真的把你当成自己的孩子培养的 可惜的是啊 天度英才 他也是怕你心有不甘 会再回来吧 朱梁蹲在地上 他一言不发 多年的谜团在今天终于有了一个答案 原来 他的师父当年是要救他 才会这样 行了 你也不要沉溺在过去的悲伤里了 虽然你失去了很多 但是上天对你也是有补偿的 你现在的实力 也是十分厉害的 你的这些奇遇 换了别人 百分之百不会成功的 但是在你身上不一样 你成功的整合了火精 练就这一身实力 不比你的武学造一差 人嘛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点 开心点 比什么都好 我想去看看师父 沉默了良久 朱梁终于发话了 没问题 我来安排 胡君点头 另外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朱梁抬起头看着这个女人 我想知道 当初的你 是不是对我真心 我 我 女人明显的有些慌乱 她低下头道 胡老先生找到我 给了我一大笔钱 为了这些钱 所以你就同意了 对吗 当时的我没有选择 我拒绝不了 行 我明白了 朱梁点点头 她站直了身子 认真地看着女人 谢谢你 被我解开了心底的谜团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恐怕永远都放不开吧 对不起 当初是我的错 而我 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所以请原谅 朱梁点点头 这么多年心头的迷惑 终于解开了 她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 年轻时候的账 不应该这个时候重心算 至于说这个女人 自己本不该记这么久的 就是因为当年事情的不解 所以才会记她这么久 其实对于朱梁来说 当年对于师父的不解 才大于一切 她想不到啊 把自己当为接班人 培养的师父 为什么会下这么狠的手 她把自己的修为尽费 断了自己的七经八脉 让自己以后绝了习武的念头 当年的她 心高气傲 差点挺不过去 这些事情 也一直是她心头的谜团 直到今天 谜团才解开 师父 你要收编了她吗 胡军悄悄地向叶好军问道 当然 现在龙步缺的就是人 把她收进龙步 站立直接上一个档次 我们龙步 也不能全靠其他的几步拉人 我们自己 也要注入新鲜的血液 好嘞 明白了 我就知道 师父一定是有想法的 我有什么想法 叶好全瞥了这家伙一眼 毕竟 龙步是师娘指掌 所以 你得快点把龙步的实力 给捧上去 我说得对吗 说得对 不过 我觉得你知道的太多了 低调做人 懂吗 懂懂懂懂 我懂了 师父 你放心 以后我绝对不会 把我内心真实的想法 给暴露出来的 行了 安排一下吧 他要去祭祀你爷爷 这是他最后的心愿了 放心吧 师父 这些我都安排好了 当年的事情也公开了 我爷爷一生正直 他是这件事情做的 做得怎么样 感觉不太好 虽然这样做也是救了他的命 但是我觉得至少 这得征得他的同意才行 哦 你的意思是说你爷爷当初的考虑不当吗 不不不 我不敢对我爷爷要求有所质疑 毕竟胡适在他的执掌下 才壮大了起来 我只是保留了一点自己的意见罢了 意见 就是不认同 当初你爷爷 应该是十分看重他吧 是的 听家里的长辈说过 我爷爷当初十分看重他 甚至 有把他收为关门弟子的想法 正是因为太看重他了 所以才会心痛 你爷爷他老人家 也可能是实在无路可走了 所以才走了这么一步婚招啊 是婚 但是至少让他活下来了 那也是侥幸活下来 当初他走投无路 去自杀 如果不是机缘巧合之下 整合了火精 恐怕现在的结局比死 也好不到哪里去 哎 机缘哪 说到底都是机缘 这些东西也不是什么人都有的 他当时被废成那样 都有机会重新再来 真是羡慕啊 胡军感叹道 他这是发自内心的感叹 他真的发现人比人气死人 他从小修行 虽然算不上是特别刻苦 但是也付出了常人接受不了的努力 但是人家一个不能修行的废物 机缘巧合之下 整合了火精 这立马就是一个翻身 如果不是叶好轩出现 他和朱梁对上 还真是凶多吉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 不要去羡慕别人的机缘 羡慕不来的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走好你自己的道 别人的路 不是你的路 明白 师傅 我还没有答应收你为徒呢 叶浩泉骗了这家伙一眼 这家伙的师傅是叫得越来越顺口了 没事 我会一直努力的 直到师傅答应为止 嘿嘿嘿 相信我的聪明才智和努力 师傅一定会发现我有过人之处的 嗯 你的确是有过人之处 那就是寻常人的脸皮 绝对没有你的厚 那脸皮厚那也得豁得出去才行啊 师傅 你不觉得我的脸皮厚 那也是一种天赋吗 行 你开心就好 叶浩泉简直无语 脸皮厚也是一种天赋 也只有胡军这种人才能说得出来吧 话说 司清兰的事情怎么样 叶浩泉想起来了这个关键的问题 呃 暂时还没有消息 不过师傅放心 我这些天一直盯着呢 你交给我的任务我肯定伤心 好 这件事情务必要小心 我们得帮斯嘉一吧 师傅 你是真的看好斯嘉吗 胡军忍不住问道 当然看好 你真的以为斯嘉的冥想是鸡肋吗 当然不是鸡肋 斯清兰的家里也是出现过大人物的 只不过 呃 斯嘉的情况有些特殊啊 必须借助媒介 才能将他们这一身实力发挥出来 而且这些年因为内斗 也损失了不少人啊 所以斯嘉的事情 务必要顶好了 如果能把斯嘉争取到龙部 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大助力 呃 他们现在不已经是龙部的人了吗 胡军有些莫名其妙地说 人在 但是心不在 冰想 大哲也 斯嘉的思想太过于朝前了 单从斯清兰的身上 我就看出了不同 他的想法是天地宇宙 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揣摩的 所以单凭一个龙部 他们肯定看不上 那 那师父的意思是 没其他意思 让他们欠我们人情 欠得越大越好 有些人情他们是必须要还的 哦 明白了 胡军点点头 啊 他这才算是明白了叶浩轩的意思 叶浩轩是要把斯嘉给牢牢地抓在手里 明白就好 去搬吧 叶浩轩挥挥手 然后 他看向远处那座孤峰 乌山众狱 你了解多少 嗯 了解的不多 这个地方很神秘 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接触 毕竟有些事情太过于敏感了 我们和他们接触的太多也不好 师父是想知道什么吗 如果是 我可以找人去打听一下 哦 啊 呻 呻 红酱